突然发现,坏了,前右轮轮胎昨天被石头划破了一个大口子,随时有爆胎的危险。 这是个小镇唯一的一个修车厂,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宝马专用的轮胎。 好在,这儿有个大姐非常热心帮我们,她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并且预定了明天到货。 一看地图,好家伙,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啊,哪也得去啊,没办法,安全永远是第一的。 一路上提心吊胆啊,生怕嘣一声爆了,也没心思看景了。 天黑了,终于到这个城市,第一个先找个地方吃。 是,拉面,这是我的最爱,看看小鹿的火锅这一大碗,BBQ的牛肉,还有鸡肉是吧,这么多菜还有,开吃。 刚开啊,我得哪里人?福建人?福建人? 哎哟,年轻啊,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好好教我。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车行。 宝马专卖店,还真不错啊,这么一个小城市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宝马车行。 因为这种轮胎确实比较少用,即便是他们车行,他们也是给我们奥地来的。 现在建了宝马车行,真是亲切啊。 最后,终于在中午时分,他们帮我把轮胎换上了,价格四百多美金,后来一问这个价格在文贵华也差不多。 换好轮胎了,大事解决了。 现在我们要开三个多小车,回到我们那个酒店的小镇,Crested Pute,继续我们的下一步行程。 看坑路两边就知道,树叶掉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年好像是来晚了。 所以我们只能调整我们的计划,现在去一些高海拔的地方。 现在早晨还不到六点,我们前往今天的一个景点,去到那里拍日出,叫Dallas Defied。 到了达拉斯山口了,那边天已经红了。 看着满地的色彩,漂亮啊,大阳还没出来。 这时候俩印度哥们已经开始在等半天了。 比较遗憾的是远处的山,大家看,上面好像还没有雪。 先咔嚓两张再说,我小乐同学不识时机已经开干了。 身后,这是著名的一个景点,叫达拉斯山口,达拉斯 Defied。 到科罗拉多来拍秋色的人,青都要报告内地。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地势非常棒,原处是著名的圣湖湾雪山。 可惜的是,现在早晨点,山上还没有雪,达拉又有雪,漂亮。 我这是第四次来科罗拉多拍青色,每次都少不了到这儿来拍一拍照片。 不仅是早晨拍日出,光熟那边打过来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但是很遗憾,那天有一定的雾霾,所以越山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那也得拍一张宽华服,可以把场景展示得更加壮美。 看一张以前的吧,那是2010年。 当时那天真棒,我记得早晨,整个天空都是粉红色,很多人在那拍。 而且叶子刚好,远处的雪山清晰可见。 Cybertruck,特斯拉皮卡,有点外星感觉啊。 这次发现,在美国这个电动车普及率非常低,很少在街上看到有电动车。 可能这些电动车都集中在市区,跑这种长途确实不太适合。 这个山确实挺漂亮。 这些白花树干也挺美啊,小鹿就飞起来了,我也要飞一下。 说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科罗拉多吗? 主要喜欢这儿的白羊树,英文叫ASPAN。 它是北美分布最广的树种,遍布美国北部的许多州。 但是当人们谈到白羊树时会想到什么呢? 首先,科罗拉多。 因为这里的白羊树最多,密度最大。 据说,这也是全世界白羊树最集中的地方。 秋天的色彩,一片金黄,白色的树干和金色的树叶, 再加上白血矮矮的远处的山峰,形成了一幅一幅的绝美的图画。 辣椒一点,美不美,飞。 早晨,薄薄的一层雾气啊,仙气十足。 太阳出来了,洒在对面。 但是好像没有早晨那种光感啊,尽管也很漂亮。 水面的倒影,还有对面这些小山包在阴影中。 我们现在在Ohyo Pass,叫俄亥俄山口。 事业非常好,颜色也漂亮。 哎哟,最棒的是远处啊,有一处这个山峰,像城堡一样。 这块叶子很红啊,有点像加拿大东部的红叶。 我最后,这个是著名的叫Kepler Pass,这几天这个天气还不错,但是现在光稍微有一点儿景,但是还有很漂亮,对不对?远处的山,可起山是没有学。 对不起,对不起。 又有一个机位不错 远山现在正好光线打过去了 下面有一条公路曲曲弯弯 都十月中心了 居然没让小鹿看见雪山 不行 但小鹿去独立山口 那儿肯定有雪山了 让它过过阴 这个82号路这一段 是比较难走的一段 就是它比较窄 很多地方它就设置着这种灯 因为只能过一辆车 去年来过这 比今年还早十天呢 好城市 科罗拉多州 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口 哇 这是科罗拉多 这不是阿拉斯加吗 看看今年什么样啊 哈哈哈哈 一点雪也没有 今年实在是太反常了 但是游人们还是性高采烈啊 而且小鹿同学 也始终没闲着 拍呀拍 今天呢 我们要去蒙鹿湖 要赶上它那个七点的班车 第一班 到蒙鹿湖一看 山上也没有雪 而且树叶尔也落得差不多了 看样子今年 实际不对呀 想出大片不容易了 在这认识一个老摄影家 一聊从英国来的 82岁了 真厉害 跑了世界上很多国家 包括去过中国 中国的上海和北京 聊起这些的老人家 滔滔无绝 再次来到某日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每次来都不一样 今年呢 我想晚来一点 可能山街上雪会多一点 可今年天气真是反常 山顶上雪非常爽 但是仍然掩饰不了它的美 前面也花不少 拿它做前景 就舍弃那个湖面了 湖面上波纹也不好看 听信一点 好 好 好 来 远处几个女孩子 在给自己自拍呢 玩得很嗨啊 我给她们拍了一段 然后给她们看看 高兴坏了 立刻传给她们 然后还要跟她们合一张影 一问她们是来自丹佛 她们是高三毕业 要各奔东西啦 今天是我们在科罗拉的最后一天 下午在酒店附近 随便着急的小路走一走 都很漂亮 这个是狐狸还是狼呢 应该是叫狼 这有一个马场 田园秋色呀 见过遛狗的 有见过咱们遛马的没有 哈哈哈哈 就要告别科罗拉多了 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 这次科罗拉多不尽人意呀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高峰期了 叶子都落了80%了 另外天空不作美 也没下雪 这就缺了很多气氛了 但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因素 人算不如天算 不用遗憾 再来就是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下一期 带大家看看 犹他州的几个神奇地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